它是日本第一支 通過日本後生勞動神的 抗皺認證的產品 誰 所謂的抗皺認證 不知道 以前我們在講抗皺 除皺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全面的抗老 但都在表皮而已 可是它是第一支 通過真皮層 從真皮層裡面去解決皺紋的困擾 它要比美所謂的醫美的效果 它之前如果凱文老師應該記得 它是藍色的 這一支是橘紅色的 它是它的新升級版 也就是它除皺的效果快兩倍 天啊 這個是什麼時候剛出的 2021年的1月 大家就買到了 快了快了 這一支產品它的除皺效果真的很好 除皺 它不是胖皺喔 但是請記得它的使用順序 我們一定要先用水 那如果你在家裡 比如說你還有精華的話 洗完臉 你先用化妝水 然後如果你在家裡 有自己用的精華液 你也要先用 好 再用它 好不好 記得使用順序 化妝水精華液 那精華油呢 像絞砂那種質地的 你也可以先用 因為絞砂其實很快就吸收了 記得所有的紋如果是縱向的 我們就是由下往上 如果是橫向的 就是由內往外 那你會發現它的頭很特別 有一個三角形的地帶 對 它讓你很容易的把它的產品 塗抹到紋路 像一個剪刀手 對你看 然後 比如說 由下往上 直接有拉梯 直接有拉梯 直接有拉梯的 我剛剛就塗上去了對不對 對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直接 抹開 抹開 由下往上 我不可以整臉敷嗎 你整臉都有紋嗎 我就想說全部把它敷平啊 如果整臉都有紋 它有另外一款呢 是它的基底精華霜 那個就全臉塗 因為呢 那一類型的產品呢 會比較著重在所謂的表情紋 而這一支呢 是著重在所謂的深度皺紋 就是已經變靜太紋 就如果說平常你的紋路 真的比較已經明顯的人 我的建議會是 譬如說這是紋路對不對 可以再塗 就像我的法令紋很明顯 我會就是這樣子 跟著紋路是垂直的 垂直的 垂直的 就是跟紋路的90度 我懂啦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這樣 盡量就是一個方向 明白 越深的人越需要這個 好的 怎樣 怎樣 好誇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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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它之前前一代那個藍色的 因為它強調就是裡面完全不含水 老師你先用 所以有些時候在塗的時候 好像比較 很能抽 比較難追 可是它這一次呢 質地也升級了 所以比較好推 記得一個部位 我們就用兩粒米的大小就好 不用太多 那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有效呢 其實他們在第一代的時候 就藍色的那一管的時候 這個研究人員 他們就發現了一個很厲害的 除皺的成分 它叫Neo-1 就是N-E-I-L-1 這個成分 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呢 我們的紋路會產生都是 因為你真皮層 比如說膠原蛋白斷裂了 後面子酸流失了 彈力因子流失了 所以造成你皮膚蹭不起來 它有溝槽了 那這個呢 我們說Neo-1這個成分 它可以去預防把它封鎖起來 讓它不要出現 厲害 就是第一代就已經這麼厲害了 對啊 第二代一定要更厲害啊 對啊 還可以效果這麼好 所以在升級版的這個呢 他們發現了 當我們有紋路的時候 其實就很像皮膚受傷 就是皮膚受傷了 那通常比如說皮膚 我們去皮膚受傷 有傷口的時候去醫院 那醫生已經要幫你把傷口癒合嗎 當然啊 醫生會用一種物質叫做硫酸軟骨素 加速我們傷口的癒合 它可以在增皮層裡面 去讓我們的纖維養母細胞 長得很多很多 一旦纖維養母細胞很多的時候 你的膠原蛋白就會回來 所以它就用這個原理呢 要把那個硫酸軟骨素加到地溶 但是它是利用一些脂脆的成分 比如說它用那個油溶性的氧柑橘 然後用三斤車這樣的 還有一些保濕成分 去複合成 讓它可以長出很多的硫酸軟骨素 但是請拜託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不是一天造成 對 還是要持之以恆的用 一個部位記得兩厘米的大小 然後針對你的垂直皺紋 然後直接這樣子把它撫平上去 因為它有一種細的細 對 它不是 它不是直接幫你補起來的那種 它是真的從增皮層幫你把它撐起來 好 我趕快到音樂要買 好的 身為女神更不能忍受細紋 一條抗皺的精華霜 再搭配正確的按摩方式 肌膚看起來變得更緊緻更年輕了呢